家居住宅 收拾過很多次,甚麼都可以做 到年宿舍也收拾了 這次有甚麼個案,你開來見我 是辦公室 辦公室沒收拾過吧 有新意吧,可以收拾吧 辦公室? 你別跟我說,我們是收拾 Filling TV的辦公室 聽說很混亂 聽說吧,哪個辦公室也不混亂 我感覺我們這次沒有收拾 又要出動 那我可否跟隊長同一筆 我們的團隊叫甚麼名字 我們叫高執事務所 四個人一條團隊 沒有分別人多收拾 這次我們收拾的是 一間上市的美容集團辦公室 但怎樣收拾 逐個員工逐個位置收拾?糟了 這次我打算收拾辦公室的公共地區 收拾好公共地區 大家都會聰明收拾好自己的位置 道長英明 那辦公室當然要收拾辦公室 因為要收拾辦公室 到時可以多見客人,賺多點錢 還有一個廚房,可能是重災區 廚房就像家裡的廚房一樣 幾十個員工同籠到廚房 想得很嚴重 還有甚麼嚴重?我們沒見過 跟著我幫我們阿橙尼 對,又想欺凌我? 那次我不會遷就你了 救命 你叫我牛肉也不是你了 好… Pol… Pol… 高級辦公室 你好… 你好… 歡迎你們四位 你好… 你好,Yandy 你好,我是Yandy 可以上市集團的商業主席 這裡就是我們的集團辦公室 這裡大概有4000呎 主要來說,我們大概有40位辦公室員工 在這裡上班 很多時候我們下舖的物資 都會集中在辦公室 然後分發下舖 所以令我們有時離貨時 然後堆滿整個辦公室 變相我們行走的空間 以及儲物的空間都不足夠 我覺得這裡真的很漂亮 裝修是屬於輕車廁峰的 但進入門口的接待位置 或是通道 其實也有一些貨品 或其他雜物擋住 這樣就破壞了這裡的裝修 其實老實說,也不是很混亂 但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前台可能比較多雜物 但對比我們的公司 其實也算不錯 這個辦公室也挺大 其實它分了多少個區域 這裡分了兩個區域 一個區域是一些普通區域 例如我們會有一些會議室 或者我們有些保存的地方 另外一個區域 就是我們的豬肉桌辦公的地方 原來叫做豬肉桌嗎 對 我第一次聽到 一排同事,然後大家一起工作 我們這些位置就叫做豬肉桌 即是大家都是同事嗎 對,不是豬肉桌 我想了很久了,要怎樣說出來 對 但我看到每個位置都好像有少許雜物 阿橙,你覺得難嗎 對 要看看有甚麼可以收到適合的地方 因為現在看到地上會有貨 然後走廊會有紙箱 看看有否有東西可以回收 其實阿橙也說得對 我們很多走廊通道位置 其實都擺滿了貨物 有時同事走出走入就不太方便 第二件事就是 有時我們同事想找到東西上來 也會不知道東西放在哪裡 所以會令我們的生產力下降 所以改善這些地方 很專業,他在說生產力… 生產力這件事,馬上好 覺得我們今天不可以抬壞 絕對是 我很緊張 但就像阿橙所說 今天這裡會否有些東西 可以斷捨離島 因為我們幫你收拾不是問題 但有些東西也要說可以回收 斷捨離島才可以空出一個位置 可以放一些東西 放心,我相信要回收的物品 也不少 而且要靠阿橙幫我們做分類 阿橙做完之後 我就可以幫你做一個好的氣場 你的生意就繼續圓圓不絕 全靠你了 好,很會說話 有請他嗎 簡直已經簽了聯絡 原來是你載我們來的 你今天不行 對 自己找妝容 我們放下張張 我們進去看看Yandy的房間 那我去找Yandy 你是否同事 你同事可能要站回自己找 帶你去吧 你的豬肉桌… 糟糕了,收拾的第一個位置 就整齊成這樣 今天一定可以早下班 想想好了,你哪有這麼順暢 很整齊 很乾淨 應該甚麼都不能收拾 是的 果然是高層的房間 不要這樣 其實我一開始聽到收拾辦公室時 我覺得有暗爽 全部收拾的東西都很嘗試 例如A4紙,回答好 再不然就收拾一下電腦的桌面 幫他甚麼都放進資源回收箱 這樣就完成了 其實在辦公室有甚麼要收拾 我覺得沒有甚麼要收拾 我剛進來的時候就留意到 是 你的風口位為何有一個… 那些觸避袋袋… 對,觸避袋袋 首先第一件事是風水 我不想冷風直接吹著我的頭 這樣就頭痛 那是風水嗎 是 你有學過嗎 他真的在說風 你明白嗎 你下次說笑吧 說我… 對不起,我會比較明顯 我有時有點相信 對,我會比較明顯 真的因為中央冷氣太冷 對 其次,其實我的房間 也有不少四腳蛇 四腳蛇,我的朋友 易蟲 你的朋友? 對 先打招呼吧 Peter上次就見到你了 對… 還可以的 其實四個蛇是幸運的 所以看到四個蛇是好的 當然要有空餵吃 又不至於… 我想他們會自己會找東西吃 好… 其實這裡好像沒有很多東西收拾 其實沒有甚麼可以發揮 對 對 那是否應該交給… 沒有我們的事 交給我們吧 沒有質疑 其實也有很多東西看 對 還有… 又要抹蟹 不是,這些… 很重… 很重 小心手,張開手 真的辛苦了 順便幫我好好處置我們兄弟 好… 我知道,今天來的目的就是為了這個 沒問題,交給我們… 你們還有更辛苦… 不是,Ami 更好的東西在等待我們 對,你們交給你們 當然了,沒有收拾 還好 Yandy,我們應該由甚麼位置 開始收拾 因為我覺得你的房間真的很整齊 你的桌子… 是怎樣的 真的一層不厭 對,我們清潔姐姐很勤奮 麻煩你了 果然一定要有清潔桌子 既然是這樣嗎 我們就可以做好氣場 我們書桌上最好有七樣東西 這七樣東西 就會令我們有更好的氣場 第一,很多人會有電腦 電腦代表工作 然後電話,電話代表人物 但一定要是顧網的 不是,手機電話都可以 但他已經有這個,已經很好了 然後要加幾樣東西 第一,要先加一個盆栽 我已經帶了一盆栽 送給Yandy 真是的 盆栽代表山 即是代表機會 有些東西越來越多 所以一棵好的植物很重要 可以放在桌上 它就是代表更多的機會 然後最好桌上也有一些書本 有…我看他在看Anson哥 和Alton的這一期 雖然雜誌是好 但我會覺得是一些書本形 會比較有知識性的東西 可能甚至與你的工作有關 然後另外就是兩個相架 一個要放在家人的相片 就是代表健健開腔、家人齊齊全 另外就是關係 即是愛情 如果沒有的話,就可以放在自己 你別笑 你別笑,很多人都是Rachel 那沒辦法了 我去年初不出的 一比一人形字版 就是要放在我家裡的 你自己也要放在自己 還有最後一件事就是桌燈 因為桌燈是光明、榮譽 所以就是代表人的重點 即是你能否出名 有權力也要靠你的眼燈 是否開啟一件事 但最重要是有 總之有這七寶的話 就包你在工作上風山、水起 好…明白了 我們不如在這個… 雖然很整齊 但我們看看如何再組織得好 還有看看是否有回收物 好 尤其我覺得辦公室 最多是紙吧 對,沒錯 我們就將一些不需要用的紙 去回收,一起抓好嗎 好 好,預約我們開工 這些是否叫沒有東西找來做 對,好像硬撞廢紙出來回收 重了… 好 怎樣了 接著就沒有了 不,我還是要先走走走走 對… 我再走走走走 待會再收拾你 沒有收拾 沒錯 不然待會有收拾 你好,你也對… Jerry可以收拾 一起看看Tyson 當然 看看肌肉也好 你有書籤,我夾了Tyson的葉子 對,有這種事 讓你發現一下 可以嗎?我們這樣寫網 對 所以說辦公室不可以擺雜誌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因為忍不住嗎 沒錯,所以要擺真值紫色的書本 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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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對,對,對 很忙 很忙 聰明收拾了甚麼 收拾了,回收廢物 你的電話好像不關你事 對… 快點,好嗎 對… 正在收拾了… 他為何進來檢查我們 對象,老闆全都是這樣的 對,經常都沒有,會出現的 那些紙,這些也不要嗎 對,紙袋也收起來 可以拿回去回山 對… 對,這些只是做顏色測試 顏色測試都可以擺 很好… 很專業 對 沒事了 好像已經清潔了 對 對,沒事清潔了 還有一個環保袋 可以幫你放上來 對… 謝謝你 真的很辛苦 滿意我們的服務員嗎 很滿意 是嗎?可以嗎 對 最滿意是我們帶了一隊長來嗎 對 對 我喜歡你,老實說 好 既然你這麼好 我們直接幫你拿出去吧 好,謝謝你 謝謝你 吃不到,你沒用 Jeremy 不是 不,有時候我想假裝油藥 其實我很大力 厲害 Jeremy 很沉 我的手全都在 我待會幫你幫忙 怎麼搞的 好,我幫你幫忙 怎麼搞的 麻煩你,你真好 不用了,我現在… 是這樣的 好… 謝謝… 你以為甚麼都要吃飯 我不知道 收拾完Yandy家沒甚麼好收拾的房間後 我們就移師到收拾的位置 這裡的貨物都很高 一個不小心就會卡住 隊長,我是否很乖 一個人在這裡開內內紙 抹底層等你們 對了,志瓜是你 辛苦了,隊長 走吧… 你剛才呢 阿橙,正在做事了 來了… 你有些選擇 沒事吧 沒事吧 我想展現一下你這裡 真是意義 我想說這裡有很多雜物在地上 其實隨時有可能像我一樣 卡住,然後不小心 掉在一個很英俊的同事 絕對有這樣的可能 所以我們就要收拾好東西 還是沒有收拾 不然就沒有了這個錯誤的機會嗎 我公司… 真的嗎 我公司沒有很難同事 你公司沒有很難同事 對,沒錯 所以沒有甚麼結束 當然要收拾了 但其實這裡看起來 也不是很嚴重的情況 會否有更嚴重的情況 因為我們正常可以營業的時候 貨出、貨入 其實這個通道位是擺滿了貨物 變相也會有安全的隱患 同事走出、走入很容易踢傷 亦怕傷到貨物 因為有些貨物可能很危險 有些會容易碎 其實接收拾的門面 我覺得等於人的面紙一樣 穿了衣服的自己 是第一次的感覺 絕對不可以讓任何人 把一些雜物放在接收拾 阿橙,你覺得現在現階段 就這樣看的話 其實最大的問題 還有應該怎樣處理 你看到這裡的側巾 應該不太屬於接收拾的東西 我們要放在正確的位置 每天都會用到的 我們才會放在桌面 我覺得他們最大的問題 可能是他們搬進這個辦公室時 裝修時的規劃 沒有遇到這部分 沒有遇到一個近門口接收拾的位置 要讓他們放一些暫存的貨物 其實你看到他們的辦公室 他們有一些櫃、有一些房間 但已經有其他用途 所以這些東西好像散不住 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擺放 你有否可能是吃零食 我… 那些小櫃,我們可以做櫃桶的間隔 來分類文具 我們可以升級的東西 每個櫃桶都會給它一個主題 可能這個是文具… 粉紅空間 這些很可愛 對,你先說一下 對,因為我想起派對室 一個可能是包裝物品 即是速度物品 還有一些貨物 找一個地方方便收拾 即是拿貨、出貨 但又在這裡附近 所以我有兩個法寶 兩個都有輪胎 很方便 就是餐車 小餐車 對,方便推些貨物 還有三層的櫃桶 這個不是這樣叫的 你說有個名字 對,小老婆 真的第一次不認識 小老婆也不認識 這個是年代的 這是年代的遊戲 小老婆嗎?這個是… 這個是小老婆 我喜歡小老婆 你嘗嘗叫小老婆 我喜歡小老婆 很可愛 我的天 你已經忍不住嗎?你的臉紅 簡直是焗 好,我們快點用小老婆去收藥吧 說吧 Jeremy,給你的一箱 謝謝… 一箱情軟了 謝謝 這塊 不用了 好 退貨 現在這個位置就大功告成了 但好像還有一些位置可以微調 對,因為我們看到電話 現在是在桌子的右邊 如果同事習慣用右手 然後可能會左手夾著電話 右手寫字 那條電話線就會橫跨了半張桌子 所以我們就是調一下位置 而且如果習慣用右手 我們也可以把常用的文件 放到右邊 讓它一拿就比較容易 很仔細 你不喜歡嗎 沒有,我也沒想過 來吧 我們先動一動 好… 很厲害,原來可以這樣調一下格局 令自己做事會舒服一點 即是左手聽電話 又有寫字 原來我挺差勁的 我也沒想過可以這樣做 而且我發現除了調了格局外 你將後面的橫跨 換成一些直立式的雜誌架 對,因為除了衣服之外 可以用直立式的收納方法 其實文件也可以 我們用了這個文件 以及將文件直放 好處是我們在一個動作就可以拿到 因為本身是堆疊文件的情況 有些會在下面 你可能要逐個盤子來看 一拉就一堆出來 對,一堆是這樣 現在打直就很方便了 我們為何在這裡會用 文件直立式後面不用 因為如果過了半腰或以上的東西 其實我們視線很容易看到 如果太雜亂、太高 就會有視覺噪音,即是視覺噪音 很厲害 這個文件很可怕 我想撞下 所以保留一些矮身的收納用品 我覺得還可以 Gin-Gin,你有甚麼建議給這裡 首先,第一件事我留意到 就是有一盤很漂亮的蘭花 對 很多人做生意時都會放 但要記得留意 就是後面的… 後面有假花 我很熟悉 這是甚麼 乾花… 蘭桃花 假花… 沒有桃花 所以這些最好就換成真花 這樣就非常好 立即倒進去 好… 我喜歡你的顏色 我最喜歡 好,非常好 說回氣場 除了扔掉假花之外 還有甚麼可以令我們這個地方 氣場變得更好 然後令他們的生意更好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進來召集 或者經常去到店舖時 有一杯特別的茶 還有一些糖 其實會幫助那個人馬上開心 所以當一個人開心的時候 你會怎樣 想買東西… 又不會圍欄你 又會開心 其實有幾種茶特別推介給大家 第一,是保利 第二,是綠茶 是 第三,是檸檬樹、茶香茅茶 為甚麼是這三種 因為這三種茶 都可以幫助我們舒緩壓力 令人放鬆一點 而且會令人比較陣陣 即是不會… 我很少這樣 就是JJ這樣就行了 先發聲,是JJ這樣 對,糖方面 當然最好是最天然的 蜂蜜糖就是最好的 對,這個除了潤喉 令喉嚨更舒服 其實蜜蜂的能量也非常好 所以如果你吃了蜜蜂糖 其實人的能量也會好 我們收拾好格局 然後有糖果和飲料提供 最後最重要的是在疫情下 當然要先用一瓶消毒噴霧 又要靜化 先靜化,來… 感覺到,很快樂意 就會很興奮 月城下面這裡乾乾淨 如果回來後就開心心做事吧 好… 班長很聰明 很聰明 好,我們是否收拾完這個位置 之後… 我們去下一個地方吧 好 好,來吧 我們在較大的收納空間增加間隔 例如在一個櫃桶裡加一些小兜 分類就更方便了 不如將雜物堆積在主要通道 這樣很容易造成危險 不如打印不必要的文件 應該好好利用電子郵件這種形式 去發放邀請信、通告 最新活動資訊等等 去做到源頭減費 很恐怖 真是很恐怖 我覺得兩件事都令我很崩潰 不懂電子郵件 不懂就學習吧 好的 我開始懷疑你的工作能力 是有點不開心的